這是關於感受不到別人的傷痛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程度 有些人很敏感到別人的感覺 有些人很難敏感到別人的感覺 甚至感受不到別人的感覺 如果是嚴重的話,有個名叫石心 就是好像沒有了感覺 又不懂得開心、又不懂得哭 看到事情發生,好像沒有什麼回應 在裡面沒有什麼感受 這件事是一樣需要釋放的東西 但也有同一個人的性格有關 有些人特別強烈這件事 譬如有些人不是那種性格 怎樣去處理都不會去到那個程度 原因是因為有些人特別感性 這是他四號營 就是在九營性格四號營 他是特別留意到人的感覺 他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這是他的強項,亦是他弱項 因為這件事會令到他很容易憂傷 很容易有情緒的問題 這件事是他需要學到處理 如果學不到處理,他就會很容易憂傷 所以這件事是凡是一個強項 就必定有他的弱項 好了,一個人他不是這樣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感覺 很簡單,小孩子的時候 通常來說,男性在感覺上是弱過女性 他感受到的感覺是弱一點的 不過小孩子,男生小時候 感受是多於現在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小孩子有時候有些人容易開心一點 大過了,難一點開心的 是,女性一點 因為小時候就會沒有那麼多防衛 那這種防衛是何時開始呢 就是因為家人說,男生在哭什麼 而且人家看到男生哭 通常都會說,不要哭 沒事的,不可以這樣的 於是男生就學習控制 就算女生也會覺得 經常哭,別人笑你,別人不喜歡 就覺得要控制 而且認出一個原因 因為周圍的人不接納 不是說哭,就是任何的感覺 因為周圍的人不接納 我們很多時候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 不能夠將內心的感覺 於是就習慣開始壓抑 就是有些什麼不開心 按住他,不要不開心 有些什麼想說的,按住他,不要說 當按一下的時候 開始感受不到 如果大家想回你小時候 就是聽到一些故事 就會感受得更多 但是長大了 開始就覺得 這麼長大了 還會感動 好像覺得有點不正常 這樣就開始人就壓抑 也是因為人的罪性 社會的交往都是封閉 可謂封閉 為什麼封閉呢? 通常人不會把自己的感覺說出來 說出來好像很醜怪 有些什麼事發生很不開心 好像很醜怪 於是很多人就不願意說出來 但不願意說出來就越來越壓抑 壓抑的時候開始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就有不好處 不好處是什麼呢? 會難一點感受神的愛 難一點感激神 難一點享受神的愛 難一點愛神 所以通常來說 石心的人經歷性是難的 他們會 你說祈禱 他總會說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他的心根本很難放鬆 已經禁制了很多年了 蓄了很多年 很難鬆 很難開懷 很難輕鬆 很難用一個跟自己不同的模式 那時候他的心裡有一種長期的壓抑 長期的壓抑 亦是令到他有些問題 就是他裡面的傷害不得到處理 那不得到處理有什麼後果呢? 他感受不到人的傷害 就會比較難關心人 比較難幫人 輔導會困難 因為他感受不到人的感受 因為輔導很重要 不是教人怎麼做 其實應該不是教人 而是感受人的感受 有同理心 然後回應這個人的感受 然後引領他去找 即是知道問題在哪裏 引領他知道問題在哪裏 引領他慢慢一步步去處理 這件事是 即是需要人感受到人的感受 所以沒有了這種感受的能力 輔導難 為甚麼呢? 他的廣道會很理性 沒有什麼感覺 跟人聊天也很難建立關係 因為他不敢說他的話出來 於是他很小朋友 不能夠進心 結婚後 也會跟配偶的關係 比較難開放 所以無論是人際 是輔導 是廣道 或者是領領拜 也好 他都會很硬 沒有什麼感性 因為他也會有一種排斥 感性是不好的 感動是不好的 會有這種情況 當我們察覺到自己有這種情況 那是甚麼方法呢? 第一就是 多點留意自己裡面 仍然有的感覺 一樣會有的 有些人開心的時候 有些人不開心的時候 多點留意自己有甚麼感覺 但很多人會這樣 開心留意就容易 不開心留意有甚麼用 即是有這樣的想法 例如有一個人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他心裏面又不歡喜 但他就會壓抑 也有時會爆發 但他又不知道自己 其實他裡面有一種怒氣 但他不懂得處理 他留意不到自己的感覺 這樣 他就會不懂得怎樣去管理 那個情緒 即是一爆出來 就好像沒有一種中間的方法 把他的感覺說出來 那他怎麼學呢? 就是留意一下 咦? 他講的說話 我有點不開心 這個 留意到第一步 不要去到第十步 包括 我有點不開心 我為甚麼不開心呢? 更加厲害的就是 原來他冒犯了我 那天就不好 但是他冒犯了我 於是我的心裡覺得 你少看我 所以我就覺得被冒犯 所以我就不喜歡 如果留意到自己的原因 那時候 我們熟悉聖經 就可以由聖經去處理 就是說 他傷害我是他的問題 我可以不放入心上立 不放入心上兩種 有些人是壓抑他的感覺 我是很生氣的 不過呢 為了 我又是基督徒 又是每個人都覺得 哈哈哈哈 就是應該有很榮仰 那不可以發出來的 發出來就很醜怪 別人說我不是很基督徒 於是便會禁住 不要爆出來 但是他心裡很生氣 一路晚上又一路生氣 他這樣 真的對我好不好 這個壓抑就會造成創傷 造成創傷有什麼後果呢 人都會不健康 身體都會不健康 心靈都會不健康 因為心靈一影響 一不開心 整個人的身體會不健康 其實你會看到人的膚色 他的皮膚 會看到 怎麼會看到呢 灰暗 以及沒有什麼彈性 就是皮膚的身體 變成濕了那種活潑性 長期會影響腸胃 身體一有情緒 全身內臟什麼內臟全部影響 就是每一個影響就是快又慢 最快的影響就是 通常是腸胃是最快的 你一不開心 第一次反應就是吃不到飯 立即沒有胃口 你收到電話 有什麼壞消息 立即你看到飯 你看到那條魚很想吃的 但你突然間就會沒有了胃口 因為你的血都去了腦 腸胃沒有血 你就會很不開心 好了 我們留意到自己 這個興奮得性之前 我們講了很多 就是怎樣處理 就是 我留意了一個問題 第一 第二 我知道他有破壞性 用聖經的觀念處理 聖經觀念就是 我接受人是罪人 他會做不好的事 於是我就不受影響了 而我們祝福他 人的傷害 我不放在心裡 其實不算有什麼事 他罵我 我沒有用不是代表我變了沒有用 他罵我蠢 不代表我變了蠢 就算我蠢也不肯要 因為神也會使用 愚蠢的人 叫智慧的修癖 用聖經的觀念處理 又是親仁神 神幫助我 祈禱也 有些人開放 靈就開通了 神的喜樂 釋放在靈道 但有些人的祈禱 開放不了 心會緊著 有些人說 祈禱也不夠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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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祈禱是五性的 神啊 我現在好不夠心軟 神啊 求你幫我 釋放我 我心裡很危 神啊 你幫我 只是五性的時候 便難以 但如果 心信神說 神你很愛我 你知道我一切的需要 神你照著我的 所受 我們給人的辱罵 都落在耶穌的身上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因為 我身體上不一樣 我靈魂 我不用受傷害 我不用介意 那你就處理了 然後你就選擇 選擇就不是壓抑 我選擇不給他影響 就是一個傻子罵我 不需要給他影響 一個罪人罵我 也不需要受影響 這樣的時候 你就處理那個感覺 而同時 我留意到自己又生氣 我在那時候 這個院目課程的時候 有一次 在小組的時間 我們有一個導師 和我們幾個學員在一起 就有一個學員 用粗口說話 很生氣 他跟另一個人粗口說話 他不止一次 他本身的情緒處理得很差 根本沒有處理 所以他整個人的情緒都霸佛 然後 一對一 這樣就主要 一個月一次 我們一對一對那個導師 導師就跟我說 他說 當這個學員這樣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我第一個反應 我就想說它是不對的 但其實這個是思想 不是感覺 這個是thinking 我覺得它不對 feeling 感覺就是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開心 興奮 正面的感覺 sad 憂愁 mad 憤怒 afraid 懲怕 ashamed 羞恥 內疚 我回答他 我是憤怒 其實不止一種感覺 我們通常來說 很多時候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例如會有憤怒 會有一種可能被排斥的感覺 被傷害的感覺 對 會有這種感覺 我呢 但是當時說我就是說我不會生氣 那那個 但他是用粗口罵人 或是罵人 不是罵人 罵別人 他會回應另一個人 即他就用粗口罵出來 但你坐在那裡的時候 都會每個人一起聽 那那個導師很奇妙地 他怎麼回答我呢 哇 很大動作 恭喜你 恭喜我 恭喜你 你能夠說出你的憤怒 他說 通常中國男人是很少說的 尤其牧師也很難說 是不會說的 因為覺得自己的情緒 是不應該說出來的 這些是不應該有的 他就說 你知道自己的感覺是一個成功的第一步 那為什麼知道感覺是成功的第一步 因為你知道才可以處理 你不知道自己生氣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生氣 甚至他不否認罵人 我沒有罵你 我只是說你而已 你錯的就說你 我沒有生氣 有些人會這樣 我們知道自己有生氣 我就需要處理 這就是一個我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另一個例子就是我 有一次我探病 我就發覺我覺得悶 其實看病人悶是很正常的 他的樣子也悶 聲音也悶 內容也悶 也悶 也悶 真的很自瞞 但自己也覺得很不對 探病人應該是關心他 為什麼會覺得悶 但是我當時想起導師所說的說話 我留意到我是悶 我留意到我悶 我便開始去處理 然後我怎樣跟自己說 到有一天我去審判的時候 神也說我 你不只是去傳呼音的時候 你去探病的時候 你也悶 也悶 都是要交障的 於是我在當時我就說 神啊你幫我 怎樣能夠在這樣的情況 依然笑口 開心地去祝福他 聽他說話 我就刻意地叫自己不要悶 就是處理這種情緒 刻意地讓我用一個歡喜的心 去感受到他的痛苦 然後去幫助他 這就是我留意到我的感覺 這就是得意志的第一步 留意到我自己的感覺 隨時隨地留意到的感覺 其實你現在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覺 我講一些例子 第一個感覺 覺得自己很失敗 你說的我全部做不到 可能一個感覺是這樣的 一個感覺是覺得自己不太好 看小自己不開心 另一種感覺 可能就覺得很難 不開心 因為很難 所以不開心 做不到的了 或者去不到的了 或者覺得 還是不學了 不想學 要面對自己的感覺 有時候會覺得 這件事真的想放棄了 太難了 我們會有不同的反應 其實你任何時間聽到 或者跟別人聊天 或者聽到某些教導 你都會有一些這樣的反應 在裡面 我自己也試過 有時候聽到的時候 看得到心 不太服氣 然後自己說服自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就是 全人說了一件事 應該怎麼做 但是我心裡面 又可能不服全人說法 或者不服某些事情 但是我心裡面 有一種爭戰 但是我們知道 我跟著可以處理 這個處理 就是要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是正常的 當然這個正常的意思 就是人是會這樣的 不代表我們容許這個感覺繼續 比如說 我知道我生氣 我知道是好的 我是人 我也有我的罪性 所以我會生氣 我知道是好的 但是 不代表我以後一直生氣 所以知道和接受自己的感覺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然後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學處理 亦都在適當的時候表達 比如說 有人做了一件事 很開心 很感謝你 或者見到一個人會笑 這就是學習自己 怎樣去培養 加強自己正面的感覺 和對人的回應 這就是 這就是 敏感到自己的感覺 而怎樣加強 而又是自然的 當你做一些事情 都會有感覺 比如你說 我開始對人笑一下 有什麼感覺出現 有思想 然後有感覺 人家會說 我很傻 於是就害怕了 我剛才說這些情況 是我們經常發揮 但是周時有些人 是會沒有留意到的 就是說 比如說 有一個人 如果集體說 全都是說 一起招呼 你又很自然 但是 沒有人出聲 你又想過去招呼 但你又覺得 不知道他會不會接受 尷尬的感覺 尷尬的感覺 有些醜的感覺 有些懼怕的感覺 出現了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這種感覺 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會處理 當你衝破的時候 也會有些感覺 很奇怪 會有這種感覺 但我們就求主耶穌 幫助我 能夠一步步去 留意到 亦都表達出來 怎樣表達呢 有好的朋友都告訴他 有些時候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真的是 你要好朋友才能夠做得到 但你開始有勇氣 你就很小組都可以說出來 小組的人都學 當別人說了感覺的時候 不要划激他 不要看笑他 然後我們能夠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亦都能夠去 越來越投入放鬆 即是在不同的情況投入 去跟別人建立關係 其中一件事難了 我們就是跟別人的關係 有些人 他封閉的感覺 是很難跟別人交往的 因為覺得說自己的事 好像很臭怪 亦都很難建立心的關係 一建立心的關係 就是一種 不知道他會不會不喜歡我呢 不知道會不會他說我過份呢 你說我過太熱情呢 不知道我做得好不好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試過 有時候這種感覺 這些思想又帶著感覺 思想又說 我不知道好不好 他會不會喜歡我 這個思想 然後感覺就是 悶 不想做 不想做 就是一個行動 就是那個意願 是會 一種不開心 一種受壓迫的感覺 總之會有不同的感覺 這件事 凡是醫治的感覺 是必定需要經歷過很多次這些 然後我們可以處理到 就是告訴自己 不要緊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其實 人人都會有時候出去跟人聊天 都會可能會怕別人 會不接受他 或者有時候跟人聊天 的確有人會不接受他 不過不要緊的 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是會發生的 於是接受了 於是開始開放了 開放自己的時候 又開始笑一下 開始去大自然去管一下 去欣賞大自然 這樣的人開始有些感覺 開始留意人的感覺 就想一下他有什麼感覺 有時候可以問一下他 看什麼情況你覺得怎麼樣 你的心情怎麼樣 又去說 我們又去感受一下他的感覺 這就是學到跟別人相連的一件事 所以我第一回應就是這樣 你不要給自己壓力 好像很快感受到別人的感覺 有些人永遠都不會哭的 我意思不是他永遠不會哭 而是他永遠不會為人的事哭 不用一定要這樣 你感受都可以的 不用一定要哭的 但自然的就OK了 自然就OK了 你自然的感覺已經開始自流 已經自流了 正先的問題是 有些人已經失去這種感覺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要接受 我暫時不會立即恢復 但不重要的 我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聽到的感覺 有些人都說出來 他們有什麼不開心 就回應他的感覺 這就學到留意到的感覺 以及連續他 感受他的感覺 這樣的時候 我就能夠去跟別人的感覺相連 這個是需要時間 由一個石心看到這樣的 也都在聖靈裡面釋放 聖靈釋放是怎樣的呢 在聖靈的愛中 神的同在之中 強烈的同在 以至我們能夠完全的 輕省釋放 神就將我們裡面的 不開心的東西拿出來 例如你開始經歷起落 你去呼叫耶穌 啊你女啊你女啊 開始的時候不會那麼順 開始的時候會有些 啊你女啊 有點緊緊的 但是你容許他自己放 心都鬆了 放了 那心就開始 其實石心是什麼呢 是你那裡好像很多肌肉緊張 把自己收緊 那你開始鬆了 鬆了 鬆了 那些感覺就出來了 那就一步步 得到醫治 那些感覺就出來了 那些感覺就出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